因为我觉得说 剪纸是最好的语言 它不分国界 也不分年龄 只要说大家喜欢 那么我们坐下来 就可以剪嘛 传承这种非衣文化 让更多的人说了解 咱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剪纸这一块 夏宏杰 你看就是你用脚 取代了手 做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 那我能想象 肯定是克服了 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那我能问一下 就是您这个手臂 是后天的原因造成的吗 对 是在七岁的时候 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 然后失去双臂的 就那个时候年龄比较小 然后赶上镇里 举办就是村基运动会 当时我是和我姥爷 去看运动会 然后再回来的路上 跑着跑着 我跑到马路的另一侧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那个运量的大卡车 从我的后面过来 但我没有看到 然后当时是我姥爷看到 然后他就喊我 他说小红车来了 其实那个时候 他是让我不要动 但是我当时是什么 可能就认为说 他那里是最安全的 我只想去他那里 然后一下子就被车撞到 在去往医院的途中 看到说我姥爷在哭 因为那个时候吧 我很想说看着他哭 然后我告诉他 说没事 再安慰他 但是突然间 就感觉自己动不了 那时候我就看到 自己的双手 已经血肉模糊地 放在我的身上 没有办法 就只能说 做这种高位截止嘛 失去双臂之后 那肯定是有一段 非常艰难的适应期 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什么 就是具体的困难 是需要去克服的 其实那个时候 最大的困难就是 因为没有双臂嘛 我一下子失去了平衡能力 就连正常的走路 我都不会了 就稍有不慎 就会跌得鼻青脸肿的嘛 然后比如说 我从床上下来 那么我自己上不去 比如说我出去 我自己不会开门 可能说父母在家的时候还好 就是说当我摔倒以后 他们第一时间跑过来 把我扶起来 那么父母不在家的时候 那我唯一起来的办法 就是用我的头作为支点 然后才能够起来 经历了大概一年吧 就是摔倒起来 就是这样的磕磕绊绊的 然后那个时候 头上的伤疤 和脸上伤疤 就是那个旧伤 连着心伤 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嘛 真的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没有双臂的情况下 是很难去保持这样一个平衡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 可能我们习惯了一件事 我们觉得它并不重要 对 但是一旦去真正失去的时候 那是真的是非常艰难的 当初怎么样 就一点一点地开始 尝试着学 用脚去做一些工作了呢 因为我是五月份出的车祸 那到九月份的时候 就是和我一样的孩子 他们就可以去上学了 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着急 我说我想上学 我要去读书 然后我爸呢也沉默了很久 因为在父母的心目当中 说一个没有手的孩子 不可能再去上学 更何况说 你说我走路还不是很稳吗 后来那个 我爸找来的笔和纸 在上面写下了上学两个字 然后说 如果能把这两个字写下来 那你就可以去读书了 我妈然后就在一旁说 那用咬试试吧 然后就一次一次地 反复地就是那个调嘛 大概就是在那 反反复复地 就是跟这个笔制器嘛 然后自己也着急过 到最后开始练红和术 然后大概持续了两个多月吧 然后有一天说 我真的说在本子上 写下了上学两个字 所以那个时候 我爸爸又没办法 然后就去学校 找到了那个校长 可是那个时候 学校只答应我 做一个旁听生 上课的时候 我没有课本 人家是读书 我完全是背书 然后再回来 把所有的作业 就是用脚再写到 那个本子上嘛 那可能说同学 比如说一年半个小时 写完的那个作业 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对 花上那几倍的时间 然后就这样 坚持了三个月 我还是忍不住说 把我所有的作业 带到老师面前嘛 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我的老师 当他就是看到 我所有作业本的时候 然后他问我说 下午这是你用脚写的吗 那个时候就很羞涩 然后告诉老师说 是的 但是给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 我的老师 在我所有的作业本上 然后都打上了纤红的一百分